哥哥 就凭你也敢威胁我 若凭祝某本人 自然没丝毫把握 但若再加上满黄卫和韩黎卫呢 是韩黎卫大统领李纯阳 以及满黄卫大统领 雷山 周围七州州主都来了 再加上三位统领 这么多金丹 没救了 完了 陈真君不可能打敌啊 我华族的希望 就要断绝了 陈北玄 束手就擒吧 你若敢逃 本座会让整个北韩域 再无一个华族 哥哥 放心 四位金丹中期 七位金丹初期 陈北玄好大的面子呀 这样的阵容 已经足够把一轿动天 乃至十大强族都踏灭了 面对生死抉择 陈北玄 会怎么学 树九山 已经到了古华城了吧 是的 剑叔 不仅三位全力出动 小之还命七州州主 一同前往 那陈北玄 必定无处可逃 好 面对一位金丹中期的巨头 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 杜洛 你这件事做得很好 谢建军肯定 最好将他活捉 这陈北玄是个可造之才 若能为我所用 可保王庭千年太平 是 小之以命 朱九山不惜一切代价 将他情下 送到剑书作前 华族何罪 果有何罪 罪在弱小 在这北韩大帝 吞天忙 赵家才是真正的主宰 是吗 朱九山 你错了 在这北韩域 最强的不是王族赵家 更不是你 而是我 陈北玄 既然这北韩域没有公道 那我就以剑 斩出公道 我要告诉这世间 华族不可欺 我陈北玄 更不可犯 这 这是天明剑 我的天啊 杀 灭了他 哪怕把整座古华城 打成废墟也不要了手 他的实力远超我的计算 已经直至金丹后期了 丁海珠 过 江北玄 你若现在停手 随我去见剑军 我足必给你公道 去 吞天忙 凭他一人之力 并非我们的对手 诸位继续 这是 玄冥神雷 玄冥神雷 这是什么雷法 将之文左未文 剑左未剑 退 不 四平金丹 一击陨落 这不是一般的玄冥神雷 速退 鬼王点请监军出手 玄武神运 什么 不 太强了 我懂不敌 速退 哥哥赢了 十一位真军联手 被陈真军弹指灭了八个 这不可能 不应该是祝九神的人 联手镇压成被玄冥 这是 玄武 祖师在上 弟子竟然见到玄武神兽了 太不可思议了 灵姐姐 玄武是什么 很厉害吗 比吞天忙 血脉还强 如果说吞天忙是明珠 那玄武就是天上的太阳 千万条吞天忙 都比不上一尊玄武 穆姐姐 我们好像 撞见个大神了 是 陈北玄 你别欺人太甚 王族和剑军 绝不会饶了你的 合战 满荒战阵 开 黑蟒战阵 不要 真君饶命 我有情报要告诉真君 关于华族 关于建军的 不用了 他把荆丹 嚼了 关战这么久 怎么 想逃了 莫非是要给你们主子 通风报信 是王廷够父 黑白二老 定 真君饶命 我等 只是来奉命关战的 不曾出过手啊 一切都是太子赵都落 和祝九山 和祝九山设计的 他们要抓真君 去王都大会 让真君在大会上 承认错误 并且派入太子 宽下当奴仆 殿下想借此 威慑各大世家 与强族 同时展现太子殿下 为族人报仇的手段 能耐 你押服同辈 登基下任北韩王 北韩王族 太子赵渡落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攻赫真君 哥哥 我们去哪 去关一场大地 今日北韩王族 及北韩与三十六折的 重要级人物 尽数在此 那当然 这场迹象大典后 老北韩王 会确定储君 传下王位 赵渡落 古华城那边 有消息了吗 明信说 祝九山已动手 马上就会有消息传来 大典结束前 他就会将陈北璇 擒至此处 既然赵兄 失了一位精英后裔 那我就以一位金丹天交 赔给他 但若那陈北璇 人不失失误 转了也就转了 这 怎么了 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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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术 虎花城消息 王庭 剑术覆灭 覆灭者 陈北璇 什么 三位都没了 王庭势力败了 大哥 你是不是看错了 那可是王庭三位 加七州州主 一共十三位金丹啊 花族陈北璇 携圣女小蛮 前来观礼 大胆 谁人胆敢冲我北韩王城 北韩王族 就是这样的 他一见正非我右人 他的实力 完全凌驾于王庭九位之上 我北韩王族一向已理呆 但阁下如此作为 似乎不太像客人了 我现在所为 是跟铸九山学来的 毕竟他一入古华城 就打伤了我族大长老呢 混账 我王庭九位大统领 怎是你区区华族长老能比 谢长英连蚂蚁都不如 输我华族 闯嘴 挪移虚空之术 这可是虚空洞天的正宗绝学 你敢打我 我定要把你 臭尽包皮 被失误了 陈辈玄恐怕直坠太虚真君 林家老祖等人了 吞天王法相 吞天王旭曼 分为通义 凝血 法相 化形四个境界 赵徒旋已是法相 这名化形成真正的吞天 只差一层了 在你眼中 谢长老如同蚂蚁 却不知道在我眼底 你与蚂蚁又有何意 陈真君 你莫非真要当着各大洞天世家的面 大闹我赵家祭祖大典 落我赵家面子吗 是 你要如何 我劝你赶快放了我九弟 从此别再入中州 否则你与华族聚成鸡粉 大胆狂脱 快放开救王子 你 好好好 灭了他 停下吧 你们不是他对手 剑叔 我一定能拿下他的 那你要付出多少代巧 死多少真君 把王城打烂 血流成河 这 况且 面对一位可以撕裂空间的大真君 你以为这些人 能奈何得了他吗 我 滚回去闭关五十年 不成金丹终其 不得出关 是 剑叔 赵渡落 你派人围攻古华城 妄图消灭我 这笔仇还没算清 你就想走 陈北璇 既然你是大真君 那一切恩怨就此勾销 从此你我各阵一方 互不插手 互不干涉 可我心胸狭窄 狭自必报 你若交出赵渡落 并让北韩王出来与我谈谈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们赵家 哪有人自己说自己心胸狭隘的 这么说 陈真君不准备离开王城了 不错 那你就别离开了 王城不可有损 本座在九天等你 好 这可是千古未有的大战 怎么能错过 可恶 陈北璇 你必死 入天荒以来 难得遇见一位对手 我等此战很久了 陈北璇 你不该跟来 我自幼就在浩天建宗 三十年凝成六品金丹 两百年建盗大成 自以为同辈无敌 却一剑 败给了那人 自那后 我自求于北韩城 我立誓 不达原鹰 不出北韩鱼半步 北韩鱼太小 小到会让你觉得 整个天地就如此大 让你生狂妄 骄傲之心 然而与真正的天才相比 你我 又算得了什么 论天资 我可能比不过你们 但论拳头 这出天万剑 还没人能和我陈北玄白手腕 你若百年后站在我面前 我毫无圣灵的把握 但现在 我灭你 就像踩死一只蚂蚁 剑冥 长流 是昊天剑宗的剑法 那是北韩鱼永远无法想象的 站在天荒顶点的大小 使这一剑 就足以压服整个北韩鱼 削平六大洞天 哥哥 小心 来得好 开 这是什么领域 三种 吞噬之力 雷电神力 和古怪的金光 有点意思 听海珠 顾住小蛮 不错 剑气纵横三万里 一剑寇问 好天门 剑军是金丹六平 又苦修了近千年 与他应平 实属不至 陈北玄终究是太嫩了 开 去 身武神拳 你的力量竟然又暴增了 真缘如此凝聚 竟然比我的剑缘还要纯粹 不可硬间 星落剑术 回斗剑斗 给我 开 什么 难怪你如此狂妄 但仅凭这个 就想击败我 不可能 是吗 凝宛不灵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金丹六平的威能吧 长游剑 乃我宗门上品灵宝 尚有三层封印 刚刚 竟开启第一层 我虽学过无数剑术 但唯一洗练千年的 是我宗门三大秘书之一 修道大城 可占原应 全天斩剑术 想要你隐藏实力了呀 正好 我也隐藏了呢 这怎么可能 这天地对你来说 也许很大 但对我而言 太过渺小了 所谓的天骄 神子 奇才 我若愿意 且可一脚碾碎 惹我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宁 爹 不 不能动了 魏阵被含豫的剑军 竟然陨落了 太好了 哥哥赢了 赢了 围节来了 我必须立刻施展七天神术 这雷节是他隐藏的 趁他病 要他命 说死为攻陈碧玄 上 上 出 无自量力 凝 同时凝结数十位金丹修士 对我负担不小 我的动作必须加快 天明剑 去 不妙 他在强行压抑这气息 不想独解 只要动用权力 雷节就会扩大 上 就算不用金丹 我灭你们 也只是抬手的事情 不好 他施展粉碎真空之术了 呦 陈北璇 你可以轻松碾压那些金丹初期修士 但面对我等金丹中期 就必须动用权力 这是天同株 乃是我家先祖 以虚空兽的左眼制成 可以看透虚空 陈北璇 我看你往哪儿跑 灭了他 对 黄振军 能不能把空间封锁住 让他不能逃脱 太子殿下 风振空间 乃是元英天君的神通了 陈北璇就准备靠这种破铜烂铁来攻击我们 不好 快逃 那不是普通的短剑 我说了 你们逃不掉的 坏了 赶紧逃 快 开启所有防护大阵 请族装的族老们出关 这是我赵家生死存亡之刻 赵渡落 上来临死 陈真君 之前的种种都是误会 未必要歉意 本王会立刻赤风滑足 为我北韩第一大族 并且 用无数的灵宝灵石 补偿真君的损失 十八重大阵 虽然固若金汤 但消耗的地满灵气 也是如山如海 不能长时间开启 我必须先把它红走再说 陈武神拳 陈真君 本城的阵法 只有修成原因才能破 不如我们坐下来慢慢上坛 不伤和气 七天神术 不好 赵渡落 你若以命抵战 我可以放过你们赵家全族 先去说笑了 一点小误会而已 何至于闹到如此地步 你真以为 我奈何不了你这阵法 天 天 天宝 天宝